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其實截至目前的這一刻為止 都未是陳埃落定 特朗普陣營已經決定 要在多個搖擺州 包括密歇根州、賓州和喬治亞州 採取法律行動 入稟當地的法院 來解決相關的選舉爭議 而且今屆的選情也非常緊湊 拜登和特朗普所取得的選舉人票差距 有可能是非常窄覆的 如果到最終真的出現了270到268的情況 只要有一個失信的選舉人 就會完全扭轉今屆大選的結果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在多個搖擺州的情況 在密歇根州那裡 特朗普陣營聲稱 說他們所委任的監票代表 根本上是沒有辦法 有效地進行監票的工作 於是他們就入稟當地的法院 要求暫停點票 除此之外他們有要求選舉當局 是要重新點選的選票 因為雙方的差距實在太小了 還有就是他們要求當局 確保得到所有合法的選票 是要得到有效的點選 其實特朗普陣營到今天 才是要求暫停點票 昨天那些媒體抹黑他的 昨天特朗普所說的 是要停止投票 因為那個票站都關門了 這個是合法的一個要求 來到今天他要求暫停點票 其實也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實在是發生了太多有問題的情況 包括一下子灌了很多票給拜登 這些是解釋不了的 當然現在網上有些人聲稱 其實沒有十三萬票 只有一萬三千多票 但就算只有一萬三千多票 我也不跟那些人爭辯 那也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拜登身上一炮過 打了一萬三千多票 然後其他所有候選人是零票的 這是什麼票站 是不是有必要向民眾解釋清楚 就不是一味說 你從什麼資料 原來我看到那些人的所謂Fact Check 其實就是看了一些親民主黨媒體的報道 然後就說根據那篇報道的內容 就叫做Fact Check了 那你怎麼知道這篇報道的內容 不是misinformation 不是misleading 你怎麼知道 不是一些錯誤的資訊 或者誤導的資訊 根本上這些就是得淡笑的 不過我也不跟這些人爭辯了 另外在底特律的點票中心那處 就被人在Twitter上放了影片上網 就竟然之間是圍了板 封實了玻璃 那這些是所謂的何事呢 是不是 是不是會被人一種瓜田裡下的感覺 就是 喂 你裡面搞什麼呢 就沒有人知道的 喂 誰人都知道 點票的過程是應該公開透明的 你封了圍板 你在裡面搞什麼呢 所以 特朗普說要求暫停點票 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為他根本上就做不到監票的過程 而在Twitter上 上面有人就聲稱 說美國郵政署出現了一些叫做吹哨人 他們就踢爆 有部分郵寄投票 根本上那個郵戳就有問題 就故意把那個印章 是dayback到這個 11月3日或者之前 使得有些根本上 原本就應該是遲到的選票 都變成了是合法應該點選的選票 因為密歇根州就規定了 只要你那個郵戳 是11月3日或者之前 就應該是點賣的了 現在就發現了 郵政署有人做手腳 這個在Twitter上 就有人公開這樣說 就有整8萬6千個人 轉載這條帖文 喂 究竟這個情況是否屬實呢 當然就是要查清查楚 所以 喂 特朗普陣營採取法律行動 不是說沒有基礎 不是說輸打贏要的 好了 至於在賓州的情況又怎樣呢 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副經理就指控 說民主黨籍的選舉人員 竟然背著共和黨的監票人員 來處理選票和進行點票的工作 故此他們將會入稟法院 要求暫停賓州的點票 直至是確保得到所有的點票工作都能夠公開和合法進行為止 這個訴求其實也不是說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這個情況跟密歇根州很類似 還有一些民主黨籍的選舉人員 試圖來架空共和黨的監票人員 這位競選團隊副經理也透露 說會盡量希望聯邦最高法院 介入處理有關接收郵寄選票限期的案件 我相信這個郵寄投票的爭議肯定是會繼續纏繞下去的 因為郵寄投票 有部分的州其實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他仍然是接受的 有些州份甚至乎是去到20日 他都還接受選票的 你說究竟要點到什麼時候呢 對不對 好了 接著呢 就去到這個喬治亞州了 又是有問題的 這個更加疑似 牽涉到選舉舞弊的情況 特朗普陣營發表聲明 說計劃在喬治亞州十幾個院都提出訴訟 並且入品法院指控有票站人員 從其中一個票站的房間那裡 拿走了一些未經處理的選票 然後就混進去其他選票當中 究竟他拿著的這張票是什麼票來的呢 是不是全部都是投拜登 然後混進去其他選票當中呢 大家都知道 實體票站的票是沒有記認的 對不對 每個人去到就發一張票給他 那究竟這個票站人員所拿著的那堆票 是什麼票來的呢 就算是投給特朗普或者是投給拜登 你都不應該這樣去處理 接著就講一下阿里桑拿州的情況 他們在點算到九成八選票的時候 忽然之間聲稱 只不過點了八成六的選票 其實仍然有百分之十四的選票還沒點 目前在這個州份當中 拜登領先十萬票 而剩下來 他們聲稱還沒點算的選票當中 其實都集中在那些大城市 尤其是民主黨的票倉身上 故此 特朗普能不能夠在阿里桑拿州那裡翻盤呢 著實來說是有點困難的了 當然 在數字上 其實仍然還是有機會翻盤的 好了 今次特朗普陣營 在多個州份那些輸入品法院 就更加是彰顯得到 當初在選前 參議院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重要性 因為這些案件到最後 如果是牽涉到 關於憲法的問題的時候 到最後一定會上訴到最高法院那處審理 好了 現在委任了那位最新的大法官 就是屬於所謂的保守派 就令到保守派的大法官 在這個最高法院裡面 對比起所謂的自由派的大法官 就有6比3的優勢 但是來到說 就算有三個大法官是由特朗普委任也好 就並不代表著他們在政治立場上 都是跟特朗普一致 或者是在裁決上 會偏袒特朗普的陣營 我相信他們也不會這樣做 他們一定會很公正地去裁決才是 所以就變成了 就算上訴到最高法院也好 究竟那個勝算是會有多大呢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屆的總統大選裡面 都未曾有過先例 是可以通過司法制度 來扭轉、改變 或者是推翻部分選舉結果的情況 但是無論裁決的結果是怎樣也好 我相信特朗普陣營就不是要輸打贏要 或者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是要輸打贏要 而是當眼見有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選舉情況出現了的時候 那大家當然不相信 都是不服的 對不對 如果說你拜登贏了一億票 特朗普只有五千萬票 我相信無論是整個特朗普陣營或者是他的支持者 都是會輸得心服口服的 那就是輸了給主流媒體 就是輸了給那些社交平台的網站 問題就是當現在的差距這麼窄幅上落的時候 而又出現了很多疑似選舉舞弊的情況 無論是郵寄投票也好 或者是點票中心也好 都出現了一些不同程度上的爭議 現在暫時你都說 如果拜登再贏了內華達州 他將會有270票的選舉人票 就算特朗普贏了其他剩下的幾個搖擺州 他最多只有268票的選舉人票 換言之 雙方的差距就是兩張選舉人票 這可能會發展到相當戲劇性 因為當選舉距離是270到268的時候 第一這個勝負距離就是兩票 就創了戰後總統大選的新低 在戰後來說 最低選舉人票當選的 起碼都有271票 拜登在眾聲拱照 而且又在主流媒體編幫 再加上社交平台封殺了他的家族 醜聞的情況下 他仍然是拿到一個這麼低的選舉人票 至少可以反映到有幾件事 拜登本人就沒有什麼政治魅力 很多投拜登的人 很可能純粹就是因為不喜歡特朗普 他本人就沒有什麼吸引力 另一件事就是主流媒體的威力 就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強大 因為在鋪天蓋地抹黑特朗普 吹捧拜登的情況下 原來勝負距離都是這麼窄幅 還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選前的民意調查 根本上就是造假 這個已經斷定了 先頭就吹到有雙位數字的領先幅度 現在點完出來之後 根本上就不超過百分之二 第二件事 如果真的出現了270到268的戲劇性情況的話 到時候只要有一票的選舉人票 是所謂失信或者叫賭歌 就極有可能扭轉到選情 就是269到269 我們就看看上屆的情況 其實在上屆選舉人投票的時候 有10票就是作廢了 當中包括了特朗普陣營走兩票 而希拉里的陣營走四票 所以就有六個失信的選舉人 如果今屆真的出現了270對268 而又有一個選舉人失信或者叫賭歌 走了票的話 到時候就會變成269對269 一旦出現了打和的情況 或者是沒有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 他的選舉人票是超過270票的時候 那會有一個什麼安排呢 就是會交由眾議院來決定 那就不是眾議院一人一票來決定 那他的安排的辦法又是怎樣呢 就是在每個州裡面獨立來計算 即是怎樣呢 美國目前就算是有50個州 如果真的要交由眾議院去決定下一任總統的時候 就會以州作為單位來計算選票 比如說加州這樣 他雖然有53個眾議員 但是就在這53個人當中 看看他們投了誰出來 就算是這53個眾議員 全部都投了拜登也好 都只是代表著加州有一票 是投了給拜登的 那麼按照這一套的辦法 如果由眾議院決定下一任總統的時候 那麼那個總統候選人 就必須要有26個州的加持 才可以贏得到的 那麼有些州呢 比如說羅德島州或者阿拉斯加州 他們就只有一個眾議員 那只有一個眾議員 就是那個眾議員代表著那個州的票了 那麼所以呢 在這一套的制度下 就不是說每一個眾議員的票都是等值的 那麼當然這個是要好戲劇性之下 才會出現的情況 那麼如果有兩票失信人的話 那麼又怎樣呢 那麼到時會變成268對270了 那麼但是呢 在說這個情況之前 首先的大前提就是什麼呢 在目前仍然未確定得到選舉結果的搖擺州 特朗普一定是要先贏 他贏了才有268 如果當中又有些爭議 突然之間又有些冠票的情況 那麼以上所說的戲劇情況 就未必會出現的了 那麼下一節呢 我們就說一下究竟 如果拜登真的上台的時候 台灣或者香港的處境將會是怎樣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